欢迎您收看3月25号星期三的港独新闻 我是张昊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 高雄市第14座公共托营中心 鳳山区的中轮公托中心 今天举办落成典礼 成为高雄首座独栋 具有户外原地空间的公托中心 旅游风气盛行 青年旅馆也越来越受到欢迎 但大多数的青年旅馆却没有旅馆经营执照 因为条件难符合 让不少青年旅馆业者颇感无难 乐高世界遗产展来到了高雄 目前在科工馆展出 总共展出25个国家 39件世界遗产模型积木令人惊叹 新闻头条 但你看到高雄市第14座的公共托营中心 位在鳳山区的中轮公托中心 今天上午在市长城局的主持之下 举办落成典礼 这也是目前高雄市首座独栋 具有户外原地的公托中心 搭配上粉红色温馨小屋的布置设计 以及丰富的户外活动空间 十分受到民众喜爱 幼儿园小朋友带来可爱的舞蹈表演 为一旁刚落成启用的 凤山中轮公托中心 增添温馨可爱的气氛 而这样独栋式的建筑 搭配多彩丰富的户外活动空间 也十分受到民众的喜爱 对于政府愿意筹措经费 设置相关的公共托英中心 家长们都给予正面的评价 而对于这第14处 公托中心可以正式启用 带给中轮地区家长 更便利的托英选择 市长城局也认为 这是责无庞贷的责任 所以这一次我们市政府 也借着所有承办市政府 公共托英中心 不同的民间团体 我们都会严格的监督评借 确实他们做得很好 达到我们的一个需求服务的品质 我们认为就是未来 有更多合作的空间 凤山的中轮公托中心 空间配置以接触大自然为理念 设有教学平台 沙坑 汽水池以及球池等设备 可以让孩童尽情玩耍 而安全的游戏场域 也让家长可以更安心 港新闻 阮玉秀黄子倩 采访报导 为了建构高雄市的 防洪网络防范水患 市府水利局今年度计划 增建四座制宏池 分别是永安 古山 本安及凤山寸 其中古山制宏池已经开始动工 而本安制宏池预计将在下个月开工 四座制宏池进度最慢 明年会统一完工 届时将会提供64万吨的蓄洪量 为了推动防洪制水 提升高雄市整体蓄洪量 市府水利局今年度分别在 永安 古山 本安及凤山等地区 规划新增四座制宏池 预计改善解决地区水患问题 建构完善的防洪网络 那当然这个四个区域呢 它其实分属在不同的行政区里面 像我们的台泥古山的话 因为在过去在古山地区 它常常也会因为好大雨的 发生一个路面积水 然后因为它那个古山运河 它断面过小 那其实在这次我们透过 这个经费再争取改善 古山运河的一个过程中间 但我们发现到 因为我们的提案要再加大加宽 有它的一个困难 所以说我们在上游的古山 它那个台泥的一个厂区里面 设置一个制宏池 那这个也就是我们一个 让它一个降低 一个洪风流量 然后减低这个淹水灾害的 一个一种设施 其中目前正在动工的 台泥古山厂区制宏池 预计将在105年8月完工 而永安及本安制宏池 预计最快将在今年底完工 另外凤山寸制宏池的部分 水利局则预估将在今年下半年动工 明年进行工程发包 那这四座制宏池预计完工之后 大概可以达到一个制宏量 达到64万吨左右 那它的这个整个它的效益 当然就是我们的制宏池 最主要是减低它下游一个洪风 一个流量 降低洪风流量 可以减低它的淹水的一个改善 的一个情形 这四座制宏池的部分 预计在最晚的部分 应该是在凤山郡制宏池 这个部分呢 可能必须它到那个制宏的期间 应该会在105年底到106年初左右 水利局表示今年针对四个地区规划 新建的四座制宏池 不但能有效防范水患 也将会提升旭洪量 四座制宏池完工之后 总共将会提供64万吨的旭洪量 港独新闻 要但您看到在国外相当盛行 近年来也掀起国内住宿潮流的青年旅馆 受到许多背包客喜爱 但大多数的青年旅馆都被判定 认为是非合法住宿 业者表示因为在既有的法规当中 并没有针对青年旅馆管理的条例 因此青年旅馆又被纳入旅馆业规范管理 但是不论规模格局以及经营形态 都不相同于饭店旅馆 这样的规范 却让不少业者吃上罚还面临停业 业者也对于政府依旧有法规 来规范新住宿形态的方式表达无奈 认为应该拟定新的独立法规才对 不论国内外对于旅游住宿精打细算的旅客 近年来倾向选择入住市区内 小型又实惠的青年旅馆 让国内青年旅馆数日渐兴起 成为年轻人与背包客的旅宿新选择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它基本上都蛮卫生的 然后蛮有设计感的 走进青年旅馆一看 空间宽敞明亮 环境干净整洁 这样的住宿形态虽然受到欢迎 但实际上却是非合法住宿 对此业者也感到非常无奈 毕竟经营模式与旅馆截然不同 却要比照旅馆规范 申请到旅馆执照 其中的条件对于小型青年旅馆来说 实在是太不合理也无法负担 我们认为现在在台湾的旅宿发展上面 台湾的法规一直没有去朝分级 分级规范 我们认为说我们不是不重视这些消防安全 我们也做了 但是今天政府拿一些比较不合理的要求来规范 比如说好 我们的楼梯它规定要1米2以上 长度要1米2 然后要有电梯 要有一些无障的测试 前面需要有停车场 可是北包客没有人在开车的 我为什么需要停车场 那把这样子为了去符合旅馆法规 然后我去增添这些设备的费用 转嫁在消费者身上吗 无论是消防设备 防火建材 逃生指示灯 以及硬体空间规划等等 经营业主都尽可能符合规范 但如今却因为制式化的法规 而吃上罚环决定停业 让这间受到许多国内外旅客欢迎 曾经在国外网站上 隆登排行第一的青年旅馆 闭馆休业 业主也希望能够借由自己的例子 替同业发声 让政府看到这一块正兴起的 新观光住宿形态 立定独立法规 获得一些弹性空间 你外面一般饭店 它有一些打着青年旅馆的招牌 可是它一晚的房价 一个房间也是要1500块 或1800块以上 那些背包客不会去住他们那种的 因为他们需要长时间不断的旅行 所以他们在住的预算上面是非常的有限 那这样子情况下 请问政府他们要去住哪里 所以市场上面出现了这个缺口了 那青年旅馆或所有背包客栈 这时候就填补了那个缺口 可是政府在法律规范上面 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块的部分 它还是沿用旅馆的法规 去规范这一个的部分 我觉得很遗憾 观光局表示因限制于法令 目前只能根据现有法令管理 业者也表示希望能够有适当的法规条例 让青年旅馆的经营合法化 而不是不断不合理的开阀 反倒限制了观光发展 港独新闻 要带您看到青年旅馆之所以如此受到欢迎 其中除了一碗仅需要新台币500至600元不等的实惠价格之外 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在这里认识来自不同地方的旅客 分享彼此的旅游经验 结交新朋友 而虽然青年旅馆在台湾才刚起步 不过市场上反应良好 因此获得许多年轻人的喜爱 也吸引到不少外国背包客来台 在市区巷子内门口摆设着鞋柜设计简单 走进里头一看 宽敞的空间墙上 竟是来访背包旅客留下来的明信片 虽然已经停业 但这间青年旅馆曾是许多年轻旅客的最爱 其中最大的魅力 就是因为在这里 可以认识来自不同地方的新朋友 分享彼此的旅游经历 像大厅 然后可能不同认识的旅人 大家会交流情报 或者是交流彼此的生活 那比起一般的旅馆跟民宿 我觉得会比较有趣啦 而且可以认识不同的人 因为常去饭店 我们通常就是 就感觉只是进去另外一间 自己的私人宝箱就没有什么 那我觉得青年旅馆 它真正吸引的地方 是因为它有一个教育厅的空间 那选择来住青年旅馆 大部分都是年轻族群 年轻族群他们想要认识交朋友 那在一般的民宿 或者是所有的饭店 他们享受不到这样子的感觉 简单的床位 干净整洁的环境 这里除了作为背包客旅游的 中途休息站之外 共同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经营者 也是住宿旅客最好的在地导游 让他们不只是到知名景点 走马看花 更能够体验融入当地生活 然后这里可以那可能很随性 揪揪揪揪出门 可能去某些比较隐藏 一般人不知道的景点之类的啦 所以我觉得青年旅馆很棒 我很喜欢这样的空间啦 好比之前我带了一个德国的背包客客人 他真的是背包客人 他背包很大一个很重一个 他说他想要去旅游书上面没有的地方 那我说很好 那我们旁边就有个菜市场 我带他去 我们就去 一个小时哦 我们卖了一千块钱 那阿婆玩那个结束说 哦 笑人的感谢 我今天给你一千块 来到水果给你们吃 人情的温度他感受到了 他觉得这个是旅游书上面 或者是他去住饭店 几乎不太会有的接触跟体验 一晚一个床位约新台币 五百至六百元不等 不同于旅馆饭店的套房格局 虽然规模较小 但人情味十足 这样的旅游新型态 也成为许多喜爱结交新朋友的年轻人首选 让青年旅馆的住宿潮流逐渐延烧 港独新闻 许富天 张浩欣采访报导 你听过失智症吗 您对失智症患者的生活又了解多少 今年的高雄春天艺术节 邀请到澳洲博斯剧团来台表演 以温暖幽默的手法 融合现代剧场少见的失智主题 以末剧呈现 带领观众感受失智者 穿梭在现实与幻觉中的困境 让不少失智症病友家属感同身受 感动不已 饱受失智痛苦的长辈 失去对现实情况的掌握 渐渐卷缩到另一个世界 一团棉花球瞬间化作一抹云朵 老人失去的思绪和逗趣的绒毛狗 呈现失智者的生活 此时无声甚有声 虽带有斗趣的成分 却让不少失智症的病友家属 感同身受也感动不已 我其实从带他到这边看着 然后我们知道有失智症协会 然后有关怀团体 然后有设计的瑞智学团课程 然后到联文化局 都把艺术团体纳入到 这个关怀系统里面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而且我觉得不孤单 谢谢你们 Thank you 今年高雄春天艺术节 邀请到来自澳洲博斯的剧团 来到高雄演出 融合现代剧场少见的失智主题 带领观众感受失智者 穿梭现实与幻觉的困境 博斯剧团把这样的一个主题 然后结合了偶具 我相信他们也是希望说 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 透过比较幽默 然后比较温馨的方式 然后了解到这个病 有更多人能够去了解 就会有更多的同理心 然后在周遭的人 可以给予最适当的协助 陪伴跟关怀 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终生代跟年轻的孩子的学习 因为他们将来要照顾我们这些老人的世代 这个认知如果社会不知道 大家没有办法去support 那是很糟糕的事情 不同于医疗专业从艺术的眼光 谈论失智症 在略显沉重的故事背景下 穿插令人发笑的幽默与笑点 让观众因为理解 所以更有同理心 支持陪伴失智退化的长辈 港的新闻消耗亚亚亭采访报道 春天就是要摆脱负担 穿得美美的转换好心情 换装好心情好事就来临 春天换装BB 两年最多可省3300 120枚只要888 再加镇春天换装机2000元 比比BB比较好 老爷啊 不然我来去菜市场买菜啦 好啦 我换一件衣服的啦 你的衣服穿到这么晚 很危险 换一件牵涉的好啊 这样喔 好啦 走得更快的啦 逢得更快 不要急啊 后一个车站这么过就好了 这么年了当 我问我才会买车站得更快啦 别啊 咱们现在有会了 在车站公车很方便 又更安全 用爱守护高龄者用路更幸福 妹妹啊 去洗碗咯 妈妈说女孩不会做家事会被人嫌 爸爸说女孩独理工将来会很辛苦 他们为什么不对哥哥这么说 CDo让女孩有发挥潜能 平等发展的机会 我可以当科学家 我可以做工程师 我甚至可以开飞机 我可以 你也可以 CDo 促进性别平等 让世界更美好 在生活中 有许多的病菌 透过飞沫和手传播 打喷嚏时 用手帕沿口鼻 来不及可以衣袖代替 减少病菌散播 预防疾病传播 请注意咳嗽已结 并保持手部清洁 骑车戴安全帽 有效降低事故伤害 骑车因两转式左转 帮助车祸事故发生 生命尘可贵 骑车巨当低头足 生命无法冻结 安全才是最美 累死了 想到要去排队拜美签 有够浪费时间的 喂 喂 你要赶快找时间 去拍美签大头照哦 哦 好啦 还要去面试耶 啊 忘记线上网预约了 哦 你们资讯很差耶 来 你们看 游去美国观光和商务考察 不用签证了啦 是哦 这本护照有够照 台湾世界啪啪道 外交部和大家一起打兵 十年前有人说台湾毛豆胜不到五年 一群不服输的农民改变台湾毛豆 走出一条新的路 毛豆先生周国龙全力研发新品种 结合小农民加入大农场计划 新鲜毛豆直送加工厂 缩短产销流程 拿回销日冠军 传产业要找出特色 走出自己的路 春天就是要摆脱负担 换装BB两年最多省3300 120枚每月888 台家叫换装金2000元哦 比比BB比较好 欢迎回到港独新闻 在台北展出之后 展现超高人气的乐高世界遗产展 来到高雄站 在科工丸展出总共25个国家 39件世界遗产的积木模型 展前记者会上也首度曝光 用乐高做的高雄旧火车站 透过镜头要带您一块来看看 220公分高总共2万多片乐高 耗时8个月而成的埃及努比亚像 还有印度太极马哈林 以及意大利比萨斜塔 将25个国家总共39件世界遗产 收入科工馆内 跟着乐高一起环游世界 还可以用360度的近距离观赏世界遗产 从灰白咖啡等色系中 看见遗产风化的细节 作品完成度十分精致 超人气乐高世界遗产展 来到高雄站展出 策展人也特别在展出前的记者会上 揭幕高雄站抢先曝光的 乐高高雄旧火车站 这一次因为也是在台湾展出 刚刚有提到 就是有跟POKELAND各位一起合作 像展场里面有台湾的特色建筑展 那当然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乐高积木词 那相信各位进到展场都可以去体会到 这么多的展建来表达出乐高积木的想象力 还有创造力 集结多位日本专业乐高玩家 完成39件世界遗产积木模型 展出同时也呼吁守护这些地球宝物给后代 而镜头一转在另一展区 则展出由台湾积木大师创作的在地特色建筑 其中包含地标性的高雄85大楼以及台北101 而这一次展览同时也富有教育意义 不但规划了互动台湾热女拼体验区 也有儿童积木区 让观展民众可以发挥创意 评出自己的作品 我们政府在强调说 要鼓励我们的孩子 鼓励我们的老师要什么 要欢转教育 要欢转学习 这一个主题就特别适合 从整个的作品 以及可以让大小孩子在里头玩的池子 同时另外还有一个每40分钟 就会有一场50个人 大家可以再发挥创意 去创造您各自独特的作品 这些都非常具有教育的意义跟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展场内也展出2014台湾建筑积木赛中的前10名得奖作品相当有看头 乐高世界遗产展展展展出时间从3月25号起至6月7号为止 民众朋友可别错过跟着乐高一起环游世界的不同体验 港独新闻 要但您看到在校园也吹起了时尚风 今年数科大流行设计师的毕业展祭出了俊男美女走秀 每个走秀模特儿的服装彩装到整体造型都是由应届毕业生进行设计的成果 前卫又具有时尚感不输给品牌设计师 model随着音乐走上红毯 即便不在伸展台上依然充满时尚感 学生变身model走起台步专业程度一点也不逊色 尤其是他们身上的彩妆服装等等整体造型 都是出自树德科大流行设计系的毕业生之手 像他这一套的马甲还有他的肥色雕刻跟翻转都是我们的重点设计 主要是以黑色枪色跟锚钉类的东西作为主搭性配料 因为金属感是辅助性主要搭设是黑色系 然后还有我们运用蓝色效果让它更加强烈 主要是代表异形的骨头的感觉 黑色马甲式线条搭配充满金属感的配饰 风格强烈前卫的造型令人耳目一新 听见树科大流行设计系的毕业展结合时尚潮流 得了一点流行元素令人惊艳 如果从设计的本身来讲 我会发觉就是说街头的元素 你会发现年轻人他们那街头的元素的运用 真的非常大 而且颠覆了非常多传统的一个印象 那不只是他们去跳脱传统的一个概念运用 我觉得他把专业的技术 真的是在这一届充分的发挥 在经过大学四年的一个设计的工作里面 他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 能够对自己的设计能够有所坚持 能够把自己所看到的世界或者他的社会 能够在他的设计里面做呈现 这是我们对他的期许 巴豆举手投足散发耀眼光芒 在这群即将进入社会的毕业生们 在他们的艺术世界里脱离了学生气 更多了一些时尚感 港督新闻向汉文雅婷采访报道 最近大高雄还有哪些艺文活动 带您看到港督生活信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要带您一起来关心明天全台湾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東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降雨的几率 气温是19到28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家地区多云短暂雨 气温是17到24度 台北基隆陶珠苗地区 英时多云短暂雨 气温是17到21度 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 英时多云短暂雨 气温是15到23度 以上是今天的港督新闻 我是张浩欣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